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访问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激烈批评 哈里斯指责特朗普的行为是政治作秀 并强调这个神圣的地方不应被用于政治活动 他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不讳 指责特朗普对于纪念阵亡军人的不尊重 并提醒大家这里是为了纪念那些为国家付出生命的英雄 而特朗普则在公墓参加了一个花圈竞献仪式 与阵亡军人的亲属合影却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包括军方对其团队拍摄行为的谴责 哈里斯还提到特朗普过去对军事退伍军人的贬低言论 无疑在政治舞台上引发了新的冲突 随着选举日的逼近 双方的竞选言辞愈发激烈 特别是在争取退伍军人选票的战场上 这场政治斗争是否会影响退伍军人的投票方式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无云的早晨 哈里斯站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外 声色俱利地回应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最近的一次行动 这次行动涉及特朗普访问阿灵顿国家公墓 并在那里进行了一场花圈竞献仪式 旨在纪念在2021年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期间丧生的13名军人 然而这一庄严的行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哈里斯在一篇X平台的帖子中直言不讳地称 这次访问是一场政治作秀 并且不尊重那些为国家付出最终牺牲的英雄 公墓不是政治的场所 哈里斯强调道 他描述这片土地位 庄严的地方是纪念美国英雄的场所 而不是供政治利用的舞台 然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当日他们在公墓内拍摄了大量的视频和照片 并将这些素材用于竞选广告 这一行为明显违反了联邦法律和五角大楼的政策 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甚至连美国陆军也罕见地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提到一名公墓的工作人员试图阻止特朗普的团队 在公墓内拍摄时竟被突然推开 这一行为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因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随后严厉批评了这名员工 称他是卑鄙的人 然而军方表示这名工作人员 专业的行事并且受到了不公平的攻击 哈里斯在他的帖子中进一步强调 特朗普侮辱军事退伍军人的历史由来已久 这一切无疑是给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带来了新的麻烦 事实上 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被指责不尊重军人和退伍军人 2020年 大西洋月刊曾发表一篇文章 称特朗普曾将阵亡士兵称为傻瓜和失败者 尽管特朗普本人否认了这些指控 然而 这一次的争议来得更加激烈 因为哈里斯不仅指出了特朗普的不当行为 还透过历史事实 进一步抨击了他的道德操守 在这场风波尚未平息的另一边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的一次集会上 试图为自己辩护 他强调与阵亡军人的家属合影 是亲属们的要求 而不是他自己刻意的举动 他说 我说当然可以 我不是未聊 我不需要宣传 我已经有很多宣传了 我希望能少一些宣传 然而 这一说法并没有缓解外界的批评 特朗普的这一访问 也引发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士兵亲属的强烈不满 他们认为 这种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 然而 随着11月5日选举的临近 这一事件是否会对选票产生直接影响 仍然是个未知数 皮尤研究中心在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 军事退伍军人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这意味着 尽管特朗普的行为引发了争议 但他在退伍军人中的支持仍然稳固 然而 哈里斯和民主党显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争议 来削弱特朗普在这一群体中的影响力 在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当下 每一个事件 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影响选民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在竭尽全力地争取不同类别的选民 尤其是那些对于国家安全和军事 有着特殊情感的退伍军人 哈里斯在他的帖子中写道 这对唐纳德 特朗普来说并不新鲜 这是一个称我们阵亡的军人为傻瓜和失败者 并贬低荣誉勋章获得者的人 这样的指责无意将特朗普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场关于谁更能代表美国价值观的辩论进一步加剧 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在这场争夺战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特朗普试图通过强调自己与军人家庭的亲密关系来为自己辩护 而哈里斯则透过揭露他的伪善来赢得更多选民的认同 无论如何 这场针对阿灵顿国家公募访问的争议 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他不仅揭示了两位候选人的不同价值观和政治手段 也让选民再次思考谁才是真正能够尊重和代表他们的领导者 在这个时刻 每一个细节都显得至关重要 每一个行为都可能成为改变选情的关键因素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这场较量 注定将持续到选举日的最后一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让我来告诉你们 特朗普访问阿灵顿国家公募 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举动 他想借此表现出 他对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的关心和支持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自古以来 政治人物都会利用各种场所和场合 来提升自己的形象 你们看过罗马史吗 凯撒大帝在战场上亲自为士兵打气 不也是一种政治伎俩吗 特朗普这次的访问 不过是现代版的凯撒 哦 楚天书 你这个人话可真多啊 特朗普的访问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说不过分也真是难为情了 你还提到凯撒大帝呢 真是搞笑 人家凯撒是为了打仗打得天婚的案 而特朗普是为了拍广告拍得不亦乐乎 而且哈里斯副总统说得对 阿灵顿公墓是纪念那些为国家捐躯的英雄的神圣之地 怎么能成了他的宣传片场呢 这就像是把神庙当作选举集会场 你能想象吗 谢其其 你这幽默感我真是无法抗拒 但让我告诉你 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总统 拿历史来说 林肯总统在盖茨堡战役后的演讲 不也是在一个充满英雄气息的地方进行的吗 而且 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访问 其实是经过家属同意的 家属们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 来唤起更多人对这些牺牲的关注 这不只是政治宣传 而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和共鸣 这才是最重要的 楚天说 你这种说法简直是给特朗普擦屁股 你提到林肯的盖茨堡演说 真是有趣极了 林肯的演讲是为了宣扬国家团结和自由 而特朗普在阿灵顿做什么呢 拍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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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他这是把英雄的血泪当作自己的政治工具 这根本就是不尊重 再说根据联邦法律和五角大楼政策 公墓这种神圣的地方是不允许进行政治活动的 这可是违法的行为 你懂吗 好吧 谢琪琪 你说的确实有一点道理 但咱们也不能一杆子打死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 毕竟 政治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你看 特朗普在访问期间与阵亡士兵的家属合影 这些家属们可是主动要求的 他们希望这些照片能让更多人记住他们的孩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对逝者的尊重吗 而且 哈里斯说特朗普不尊重神圣土地 那么他自己在政治活动中利用退伍军人形象的行为又如何呢 这难道不是双重标准 楚天说 你这话听的我都快笑出眼泪来了 你说的对 政治和生活分不开 但也得有个分寸吧 这真不是双重标准的问题 哈里斯副总统在他的活动中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也没有在神圣的土地上大肆宣传 更何况 他是副总统 有责任和义务在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支持退伍军人 而特朗普呢 他不仅违反了规则 还在推特上骂那些制止他的人卑鄙 这种行为真的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好